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还要多长时间 还要一会儿的 这位小姐要的是全套保养 脸部提拉 手部保养 足底去皮 身体竖形 还有手足眉甲 光子出毛呢 不好意思 小姐 光子出毛不包括在套餐里面 还要再多加八百块 八百块那么贵啊 那算了 如果不要光子出毛 只要全套保养的话 大概还有两个半小时吧 什么 我已经做了一个半小时 还要两个半小时 是的 小姐 您的手膜已经付好了 你们先休息一下 你干嘛 我不干了 你让我在这儿躺着 眼看着我的生命 被白白浪费了整整四个小时 有这四个小时 我干什么不好啊 我在这儿浪费生命 对 对对对对 您说得一点都没错 徐大记者班人校的就是个 给您四个小时 您搜的一下 从初恋到结婚 那手续证件样样齐全 还得到了国家的高度认可 人生大事一条路幅 就差八八情 行啊 你小叶子 没白跟着我练嘴皮子呀 行 既然你公然自杀 我也管不着 本姑娘不跟你在这儿 平白无辜地浪费生命了 我走了 妈 姑娘 光阴仍然岁月如梭 人生苦短 青春易老 我劝你啊 也别破罐子破摔了 赶紧站起来 追寻你的招养吧啊 你别动 我告诉你啊 就是因为这人生苦短 青春易老 你才应该在照婚家照之前 来一套全套的保养 你甭说别的啊 你看看你这双小手 又干又涩 你好意思掏串 在镜头面前挥舞 你想想人家 那钱小美干吗的 没假事 专业没假事 人哪牵牵欲手 你再看看你 风吹日晒的小狗爪子 咱能不熟在起跑线上吗 我有那么差吗 有 你凭着你放任人自留 自爆自己就算了 这都最后关头了 你好歹也包装一下自己吧 再说了 你别光顾着想着真心时间啊 就咱俩这无业游民的现实条件 你好意思浪费金钱吗 什么意思啊 这一套下来 一个人就一千八百八十八 还不给退呢 什么 我在这儿躺四个小时 就花了一千八百八十八 小叶子 你太为我下血本了吧 哎呀 好姐妹嘛 此时不用何时用啊 哎 我明天可是要轻眼看着你 风风光光 漂漂亮亮 站在镜头面前 手里搂着夏丽兵 把这个欠笑没打得落花 留下 我可没说要带你去啊 徐子凌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 你这饭都没吃 你就愣胳膊打厨子啊 一千八百八十八 好歹我也算投资方 你怎么能不让我去看一下 革命的盛利果实呢 我把照片带回来给你看 不就行了吗 不行 我得见成第一现场了 你还是干新闻的呢 第一现场多重要 你不知道啊 哎 咱们两可早就收好了 你结婚的时候 我给你当伴娘 拍婚家照的时候 我给你捧鲜 花里人花球的肉去结 哈哈 不许您是变卦 我说的是真结婚 这回又不是真的 那不一定啊 给您四个一小时 您都能拯救地球 那说不定 你在婚纱店的时候 噼里巴里把婚礼 给办了 最重要的是 这夏丽宾 这么好玩的事情 你怎么不能交上我呢 我可是学编导的呀 我想好了一系列的 整人计划 小叶子 你太狠了 怎么办 绝对让他勿哭勿绞 求生不能求死不能 果然不出我酸料 所以更不能到里去了 为什么呀 你心疼他 谁心疼他呀 我只是觉得你这么一搞 很容易露馅的 闹就弄我呗 谁怕谁啊 看那个钱小美孩子们 里冰里冰的叫 我整他有我的原则 你就老是在家待着吧 我不要 你不让我去我自己去 我去影楼 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啊 我得去看看 现在都流行先什么 我得为我自己提前考察考察 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你考察有什么劲啊 徐自立 你太过分了 你重色亲友 你为了一个夏丽兵 竟然有那么恶毒的一员 攻击我 好痛啊 行 行 行 我错了 这样吧 只要你明天老老实实 在家待着 今天所有的项目 我买单 所有 所有 那我还要那一光子出门 行 只要你明天不去影楼搅局 成吗 成交 是 我 有 我 你 你怎么穿这么冷就出来了 吓我一跳 你 你做那么多亏心事 早晚会被吓死 不是 徐教授 我求求你 你高抬贵手 饶我一命行不行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保证这辈子都还给你 咱非照不可吧 非照不可 爱谁照谁照 反正我不照 夏里斌 你耍无赖 怎么了 我本来就流氓了 我就耍无赖了 你还想想跟我离婚了 你答应过我要满足 我十个愿望 这才第几个来着 什么第一个 这明明第三个 小点声 你还害怕呀 那我小点声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陪我照 你这辈子别想跟我离婚 不离就不离 你不要脸 你耍无赖 你二皮脸 你占我便宜 你不照是吧 不照 小美 行行行 我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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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这边请 夏先生 邪小姐你好 我叫小雪 欢迎来到情地爱情海 这边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家的衣服 都还不错呀 对 我们这边款式 还是比较多的 甩一下 听你的 你让 你说算 是我的 中断 超人 超人 Fro 词曲 李宗盛 来 谢谢啊 光谢谢就完了 赶紧回家找结婚证 赶紧离婚才是正经 别耽误本姑娘 徐秘下一个茶流行 我回去赶紧再找找 但争取把婚快点离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就配不上你 你就那么嫌弃我 你就那么盼着 要跟我离婚啊 我这不顺着你话说的吗 你不是说赶紧离的吗 那是我跟你说 我跟你离 我 你 你笑什么呀 我嫌弃你 那是理所应当 什么时候轮到你嫌弃我 你要跟我离婚了 真是可笑 可笑 对 好 你跟我离 你跟我离 好吗 我 你嫌弃我 这还差不多 就是我跟你离 那什么时候离 看心情嘛 在地球好好处 也跟人类人 真好看啊 穿得舒服吧 舒服倒舒服 不过花这么多钱 还买件衬衫 乱花钱 不贵的 是商场打折 小夏 你来看看 笑容的衣服好看吗 惊着 别走 别走啊 再帮我看看 摄像和颜色合适吧 这吵着比我年轻 忽瘦 小夏 你先别走 好 爸 妈 我回来了 未来回来了 笑容这衣服好看吗 好看 穿着真精神 我就说嘛 穿着特别精神 跟这裤子搭着 特别好看 对了 未来 来来 过来过来 嗯 你看 我给百平安 也买了一件衣服 这颜色合适吧 嗯 合适 我儿子啊 穿得一定很帅的 小夏 我们住在你这儿 给你添麻烦了 这是送给你的 我阿姨 你这儿太客气了 我用不着这个 给百平嘛 这是阿姨的一片心意 来 拿着 我 拿着吧 拿着 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未来啊 我也给你买吧 你看 这是小碎花的 你喜欢吗 喜欢 那收着 别磨叽了 赶快做饭吧 晚上烧条鱼 这儿 我已经买好了 雨雨你会做吧 你会 那快去烧吧 你好累了 我去歇一会儿 你也快起来吧 这想多凉啊 我这个还是给摆平了 我用不上她白脸 你要不这个给你 这是我哪儿受得起啊 无价之宝 你看我婆婆多大方 给她老公跟儿子买衬衣 一人一件 花两千多 我呢 却有赠品 有总比没有强 你这盒子多漂亮啊 真不要了 你别坐这儿了呀 这是坐法是躺着呢 你干吗去累啊 累成这样 拍婚纱照上了 你跟我妹去拍婚纱照了 好 这摆平没跟你说吗 她跟我说这个干吗呀 夏宾你坐好 干吗 我有话要问你 躺着说啊 起不来 你跟我妹的事 你到底怎么打算呢 问你妹 我现在在问你 不是 这事我现在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晴晓美呢 怎么还在这儿聊天呢 我们家向来 都是七点钟准时开饭的 吃饭定时定量 对身体好 你可不能改变呢 我知道了吗 还有 摆平那个 泥副道酱芽片吃完了 你怎么不抓紧时间 给她添上新药呢 我跟你说 校长也是摆平这个年纪 开始高血压的 要不是我天天定着她吃药 她能控制得这么好吗 你做人家妻子的 怎么光顾着自己工作 不关心丈夫的身体呢 我知道了吗 快去做饭吧 小夏 你怎么在这儿 不 你让我在这儿别走了吗 一会儿吃鱼啊 那您就别送了 先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来了 又去哪儿了 一个病友出院 拿不走的东西 都给我了 你养我 你拿去 美容养颜 不用 您留着自己喝吧 我吃这么好的东西 那不都糟蹋了吗 行了 放这儿吧 怎么了 又不高兴了 我看得出来 是不是摆平那小子 又欺负你了 怎么会啊 他怎么敢欺负 魏大厨的女儿 没事 都是工作上的事 工作上的事 那也得怪这小子没本事 他要是像杰森那么能干 还用得着你一个人出去工作 收那份气 你早就舒舒服服在家里 当上少奶奶了 爸 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您还不知道我吗 就算老公再有能耐 也得有自己的事业 我得靠自己 一个女孩子靠自己 那多了也得 那就当您自己生了个儿子 你那还找什么老公 结什么婚呢 那就别当是嫁女儿 就当是娶了一个女婿回家 我不要依靠别人 我要让别人依靠我 杰森可是跟我说了啊 那小子业绩比你差远了 爸 您能不听别人瞎说吗 摆平挺有能力的 工作才两年 现在都已经跟我差不多了 这两个月业绩比我都强了 那不就这两个月吗 那你这 咱不说 猜 我给你带了什么 看 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还说个女儿想着我呀 哪个必须的 鸡爪子 我早就想吃这口了 猜到了 下两天子凌来过没 嗯 她上午刚来过 我自己来 一对啊 徐大夫 二十八床的患者 今天的病情出现了反复 您看 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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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个大夫跟我说 说我那病差不多好了 可以出院了 可我怎么听说 让您再多观察几天啊 有什么好观察的呀 再说了 那在哪儿不都能观察吗 你看这样啊 你呢 先去帮我把出院手续办了 你看 你在这儿住着吧 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呢 我主要是为你们考虑 您就在这儿安心住着 我们还负担得起 这儿比疗养院可便宜多了 那你怎么不说 那这儿比疗养院没意思多了呢 我就知道 还说替我们考虑 不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看啊 她是 她是这个啊 她 她主要是吧 主要是怕见我妈 也不是怕 她是那个 她是那什么 是那个 哪个呀 就 就那个 就是那 那 是吧 具体点 就这么跟你说吧 每回她一来查访啊 我这莫名其妙地紧张 那手就开始发抖了 她还没进门呢 我那血压 散物 就上去了 那脑袋吧 闻 她就晕了 你说要在这儿再住下去吧 我的心脏病好了 那其他毛病该出来了 你说呢 这么严重呢 真的 要不然这样吧 我跟医院说一声 让他们给你换个医生 好不好 反正呢 我妈也不一定想见你 你妈跟你说过 她不想见我 她压根没提起过你 一句都没有提醒 没有 一句都没有 怎么还耍着小兴子了呢 真神奇了 我逗您呢 刚才说了 让您在医院多观察几天 就我妈说的 真的 真的 爸啊 您看啊 咱就这样 咱们在医院里 好好地多待几天 一方面呢 好好地调养一下 另外一方面 争取最后的时机 好好地打了 争取让她 刮目相看 刮目相看 她看都不相看 刮目 我不耍小兴子了啊 赶紧把苹果吃了 我走了 那你这就走啊 快点回家做饭呢 你 你做饭呢 不是说摆平做吗 谁让我是卫大厨的闺女呢 手艺太好 不做的话太可惜了 我告诉你啊 手艺再好 也不能灌她那些毛病 你把她那嘴灌掉了 你将来想不做都不行 知道了 走了 那啥时候再来啊 有空就来啊 好 那要是 要是太忙就算了 行了 自己乖点啊 那可也别老不来啊 好 你大早上在外面干吗 我找东西啊 干吗不进屋找啊 我怕吵得你睡觉 找什么呢 户口本和身份证 找他们干吗啊 离婚啊 我在网上查过了 他们说只要戴着户口本 和身份证 就可以办理离婚 我去 没结婚证都能离婚啊 太吓人了 你说什么 太别名了 我帮你找 这东西都乱了 我把这个给忘了 那我说许子宁啊 明天把这个给退了 找到了 你刚说什么 退什么 我说明天把这保险给退了 这保险不挺好的吗 为什么要退 许子宁 你没事吧 钱小美三个字你不认识啊 你好端端一正房太太 活生生被别人虐成了小气 火炸照都被别人抢了 你还给她交保费 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 反正这事我忍不了 首先这个保费 它是交给保险公司的 不是钱小美 其次这个保险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受益人是我妈 不是为了这个钱小美而买 你是为了夏立斌才买的 敢说你不是吗 不是 好 你买的不是 我买的是 现在你你太过分了 我是因为夏立斌是你老公 我才买的 你们俩现在离婚了 我凭什么还不退啊 小椰子这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啊 怎么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你心里知道 我不知道 你愿意赔钱受点我管不着 我就一社会无业人士 我还想去你第一保了 我干吗给她交保费啊 我没那闲钱 你没那闲钱 你住这么大的房子啊 我就是因为租了那么大房子 我才没钱 我越越空 小椰子 咱们不能那么小心呀 不能那么不仗义 小美她刚工作 好不容易开了几单 她现在还怀着孕呢 你这样一退保 她们公司肯定会找她麻烦 你再想肚子多宽敞啊 甭说大船 怕航母都够了 我不行啊 我就小肚鸡肠 我就打击抱负 怎么了 那就麻烦您打击抱负 别那么明显 这事让夏立宾知道 我多难堪呀 你起码也等我们俩离婚了之后 老死不相往来 你再去打击抱负 那时候我保准不拦着你 我求求你了 算了 算了 反正我今年的保险也交了 真乖 我饿了 怎么办吧 我去给你做吃的 煎蛋加咖啡 好 加百步加糖 好 小叶子吃饭了 去哪儿去了 小叶 小叶子你去哪儿了 我 我 你是不是去找小美退保了 许子连我告诉你 我就是咽不下出口气 你疯了 行啊 强子 你怎么知道 我最爱吃草莓蛋糕了 以前师傅忙得 抽不开身的时候 让我替你买过 我今天来交保费 顺道路过这家蛋糕店 就买了一个 好吃吗 顺道 你们4S店在成都 我们公司在市中心 这蛋糕店的大西边 你从哪儿顺道啊 我坐车坐过站了 就顺道了 那以后你多多顺道啊 您好 请问有什么 可以帮您的 退保险 看看什么 看看呀 赶紧给我退 那要先看看保单 还有很多材料 材料是吧 就知道你们要材料 你看啊 后头本 银行卡 身份证我都带着 看着还需要什么 退 这位小姐 您先消消气 如果现在办理退保的话 只能退还本金的百分之三十 凭什么呀 我才交几天呀 这是合同里边都写好的 您回头可以看一下 我看什么看呀 我买包写的是业务员 你怎么不让我看呀 负责您的业务员是 钱小美 她人呢 这位小姐 您是不是对我们的业务员 有什么意见 我太有意见了我啊 她具体哪儿让您不满意 我哪儿哪儿都不满意 赶紧把她给我叫出来 从这边走左转 就是办公区了 在那儿您可以找到业务员 这位小姐 叶子姐 有心心在这儿吃蛋糕了哈 请坐 别人呆着去 你怎么来了 我来退保险 退保险 怎么了 不行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啊 没什么不满意啊 我就是觉得我不需要 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呢 是很划算的 将来如果您生病了 什么啊 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生病是不是啊 小姐 你干 干嘛你 干嘛 打架是不是啊 动手是不是啊 你来啊 打啊 打打打打打打 你别闹了 他自己心情不好 你别介意啊 走 我不走 心情不好就这么欺负人啊 你说什么呢 谁欺负人啊 你什么意思啊 找出来了 小莲子 你再说一句我真翻脸了 谁啊 薛自立 我就是要退保险 你给我过来 走 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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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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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莲 你没事吧 给我钱 你说我给我撞你了 你没完了是吧 你真的把我气死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件事情不能任性 你非不听 现在出事了 高兴了吧 假衰 他肯定就是假衰 可能就是装一副 可怜兮兮的样子 不许男人的同情心 我爹讨厌这样的女人 不管他是不是假衰 总归他是个孕妇吧 万一他肚子里面 孩子有什么闪失 你我承担得起吗 怎么承担 他不就请你衰一下吗 至于那么倒霉吗 你就是个二 你今天早上吃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了 一肚子鲜活 挡都挡不住了 你好讨厌啊 你怎么那么讨厌啊 那外人说话 你是不是一家人啊 讨厌死了 你就是个警 本数都是二 那我看了 你怎么那么讨厌 你怎么这么讨厌 你怎么这么讨厌 我还是要去哪个人 你怎么讨厌 你怎么这么讨厌 你怎么讨厌 你怎么讨厌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大夫怎么说 我的药没事吧 大夫说药没事 那就好 不过呀 还是挺疼的 大夫还说 你没怀孕 小姐 她有什么资格对你好 她有车有车也不行 她有有什么都不行 有孩子了 我怀孕了 就这样 我妈就把我怀孕的事情 都告诉了丽丽 我真的不是有意 要骗她的 我想跟她说 可是每次跟她说的时候 我是想跟你说 我怀孕的事吧 放心 我会负责任的 不是 我这儿还得处理事呢 求我怀孕 你来了 一件事 拖一件事拖到了现在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了 强子 你能别告诉黎斌吗 我会告诉她所有的一切 但不是现在 我会告诉她所有的一切 我心里好慌啊 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小美不会有事吧 慌什么慌啊 要真有事的话 她早就找上门来了 师父 小美呢 屋里呢 怎么样 怎么了 说哪儿啊 我 我 我没事 孩子都掉了 你还说没事 孩子没了 孩子怎么没了 小美今天差点连命都没了 怎么回事啊 到底怎么弄掉的 你说话呀 我们家小美的命她怎么这么苦啊 她整天在家等着盼着要当妈妈 为了给你生个儿子 这小孩床还有衣服她都准备好了 现在孩子没了你让她怎么活 你这不是要她的命吗 到底怎么弄掉的呀 怎么弄掉的你去问许子林 是什么意思啊 夏利斌 你就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原来天天上我们家来 求着我让我把小美嫁给你 孩子有了 你还在外面搞小三 今天许子林带着人到保险公司去找小美 还动手打了她 好端端活生生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掉了 你说她怎么这么狠毒啊 她怎么能下得了手 妈 你别这么说 那我怎么说 强子在呢 她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孩子是怎么没的 说 行了 你别说了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告诉你啊 我心疼我女儿 我心疼我孙子 你要是不给我们小美一个公道 我今天就活出老命 我去找许子林 我不信命 不要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说话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去不去找那个许子林 你不去我去 阿姨 你别去 我去 是你干的吗 下里面你干吗你 你给我放手 你干的给我放手 我问你话呢 回答我 是你干的吗 说话 你弄疼塌了 你给我放手 你放手 你干吗你 放手 阿姨 你 阿姨 你给我开门呀 你开门 你别抄了 再抄把你家门拆了信吗 你明知道小美怀孕了 对吧 你明知道她怀了我的孩子 孩子怎么了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许子林 我求求你了 行吗 你现在 这嘴脸 让我觉着虚伪 你这样让我觉着恶心 知道吗 是 我是对不起你 你恨我 没问题 你说得也对 我下里面这辈子 我欠你了 没问题 你有什么仇恨 你冲我来啊 你为什么这么对小美 你为什么这么对孩子 你冲我来行不行 冲我来 冲我来行不行 冲我来 行不行 下里面你别这样 放开我 是 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 是我对不起你 但你应该相信我 我不是有意去伤害小美 我更不可能过于去伤害你的孩子 我发誓 发什么事啊 事情摆在这儿 你发誓有用吗 小美就躺在那儿 躺在我孩子的屋子里 她多心碎 她多难受 你知道吗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无所谓了 一切都结束了 许子连 你 你 还我 咱俩结束了 懂吗 到身份证户口味 你应该把事报了 彩利冰 你 子凌 对不起 没事 说不清是解脱 还是另一种折磨 我只宁愿 伤人的话从来没有说 如果有那一天我的身体变成聪明 你才能真真感情 我思念你的心情 说不定是折磨还是另一种解脱 我只想把所有委屈全部对你说 如果有那一天我的身体变成透明 你才能真真感情 我折破碎的心情 我要怎么说你才肯定 爱你没原因 loving you so much I don't care anything 我要如何听 你才肯说 你永远都爱我 Stay with me I love me forever 说不定是解脱还是另一种折磨 我只宁愿伤人的话从来没有说 如果有那一天我的身体变成透明 你才能真真感情 我折破碎的心情 我要怎么说 我要怎么说你才肯定 爱你没原因 loving you so much I don't care anything 我要如何听 你才肯说 你永远都爱我 Stay with me I love me forever